大家好,近日日本外务省公布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中国强征慰安妇的史料 这些史料根据外务省的说法是日本内阁官方在2017年至2018年新搜集到的 总共有27份文件 其中的13份文件是日本1938年外务省的机密文件 文件的名字大概叫做关于管制中国妇女出国仪式 记录了日本在华使馆与日本外务省联系的内容 其中有一份文件是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向外务省的报告 这份报告里明确的写 海军方面希望增加150名异计和陪酒女 而陆军每70名士兵要配一名陪酒女 同时这份报告的后面也写得很清楚 就是这些陪酒女或者特殊妇女 与娼妓一样被强制卖淫 那么他的另外一份文件是 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给外务大臣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是预期皇军可能往前开进 四月底之前要在当地搜集500名特殊妇女 占领徐州后 其中的186名特殊妇女乘军车南下 那么这些史料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根据这些史料 可以十分清晰的断定日本的强征慰安妇 是由军方由政府包括日本的外交机构 共同制定维持和运行的 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 时任的日本官方长官河野杨平 曾经就威安妇的事情做过盗窃 但是这份盗窃并不是十分的明确 而且语焉不详 尤其是对日本军方 包括日本的外交机构和政府 详细明确的参与维持和制定 慰安妇制度仪式并没有明确的提及 应该说有道歉 但是道歉比较含糊 这也是中国也好 包括韩国 包括当时的朝鲜对此颇有微词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那么2007年的时候 日本认为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 证明有强征慰安妇的技术 所以对此拒绝承认 当然道歉更无从谈起了 因为连关于慰安妇的事情 他都拒绝承认了 但是这几份文件 证明了慰安妇的强征 其实与性努力是差不多的 日本关东大学现代史教授林博士说 新的官方文件 佐证了 那么是日本出于自身的意志 有计划的搜罗与强征妇女提供慰安服务 日本中央大学现代史名誉教授 吉田一鸣说 他先前看到的一份陆军军医的工作日志 提及为了预防性病案 每100名士兵对一名妇女的比例 运入慰安队 但是这份文件是每70名配一名的比例 可见比例更高 那么吉田一鸣 也大概说了一下93年的 河野的道歉 认为当时河野道歉 就对军方的介入程度表态暧昧 那么新披露的官方文件证明 威安服务制度确实是由官方制定维持和运营 也通过日本驻华的一些使馆 和日本的外部省之间进行了文件的往来 所以吉田一鸣呼吁日本政府 能够明确军方在威安服务制度当中的主体责任 重新向受害者道歉 并从教育入手 希望相应的悲剧 不要在日本重演 这大概就是日本外部省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日本的外部省说 对吧 这23份文件是2017年到2018年新搜集到的 我个人是不信的 这些文件而且又比较的机密 怎么可能是新搜集到呢 日本的外部省也好 或者相关的政府机构 一直就握有这些文件 只是他为什么没有披露呢 这里简单 我先说一下德国吧 当年德国总理在犹太屠杀的纪念碑面前 一跪震惊了世界 当然有人说感动了世界 这个正不正经敢不敢动吗 这里不做评价 可是为什么德国的总理要往那里一跪呢 我们要考虑一下德国的地缘环境 二战之后德国战败了 那么再加上从 法国的戴高乐开始的梅钢同盟 到后来的欧共体到今天的欧盟 德国在二战之后始终作为欧盟的一员 或者是欧洲的一员 无论是在经济上 外交上 政治上 他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德国是不能脱离欧洲而存在的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秩序 都是由美国主导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在美国拥有很庞大的势力 很多关于纳粹的电影 譬如辛德勒的名单等等 都是由好莱坞拍的 那么好莱坞的这些电影 从某种程度上 甚至说在很大的程度上 在西方树立了一个政治正确 这个正确就是关于二战的正义与邪恶 那么希特勒肯定是邪恶的 希特勒的邪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就是在集中营当中屠杀犹太人 那么事实上 当时反游是欧洲一个非常主流的思潮 只不过希特勒做的比较决绝 当然我个人也不认可 希特勒的这种极端的做法 这种种族主义的屠杀 那么不管怎么讲吧 无论是美国主导的 还是德国本身离不开欧洲 脱离不了欧洲 而集中营也好 无论从感官上 还是各种舆论西渊船上 在西方那个价值当中 已经是极端政治不正确了 如果德国的总理不下跪 不认错的话 他如何在欧洲混呢 这涉及到德国现实的发展 以及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那么只有他跪下去之后 虽然这个人跪下去了 但是整个德国的历史包袱 就被甩下去了 当然二战战败国的这个包袱 并没有彻底的甩下去 不过对吧 在很大程度上 尤其是在思想上 把这个包袱 基本上就甩下去了 那么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上 无论是从美国 还是和欧洲 乃至在全世界 能让他更少的 站到欧美和世界的对立面上 为他未来的发展 扫清了很多的道路 可是日本呢 就不一样 那么93年 河野谈话 为什么有一个语焉不详 并不是十分明确的道歉呢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 当然其实当时苏联刚刚解体 可是在苏联没有解体的时候 中美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这个蜜月期 当然是对付北方的苏联了 那么日本呢 在战后一直是受美国控制的 日本并没有独立的主权 所以在这股世界的大思潮之下 中日之间也有一个蜜月期 在这个蜜月期当中呢 为了缓和中日之间的关系 对吧 所以有了河野谈话 有了道歉 但是后来吧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98年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呢 要搞这个中日韩自贸区 又要推亚援 之后吧 对吧 日本的政治出现了剧烈的动荡 不仅仅仅是提出中日韩自贸区和搞亚援的相关的官员 或自杀 或者出现了意外的横贸 而且当时日本的首相 对吧 安倍 安倍的第一个任期啊 包括当时的揪山 还有监职人等等 日本的政治出现一个动荡 每一任首相 任职不足一年 或者也就一年多一点点 一直到后来的小泉 参拜靖国神社 变成右派之后 日本的政治才稳定了下来 包括今天的安倍啊 我们看安倍 在十多年前的那一个任期啊 和这一次做首相啊 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啊 这个不同的根本原因啊 背后呢 就是在美国 对吧 其实是在这一个阶段 美国并不希望东北亚啊 也就是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 能有一个安定和平的局面 这其中啊 当然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 遏制中国的崛起 而遏制中国的崛起 对吧 这个日本侵华呀 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 譬如当年的保雕运动 就是今天日本的泛民啊 长毛 对吧 他叫什么 我忘了啊 就是这个长毛啊 他所主导的呀 那么华记 曾经 在他的节目里吧 对吧 和一个当年参加过保雕运动的老伯之间 谈了这个事情 这个老伯啊 爆了很多的料啊 把当时为什么保雕 对吧 这个保雕背后的因素啊 说得很清楚啊 当然这个老伯说的东西啊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 只不过这个老伯啊 作为当事人啊 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 把我们都很清楚的事情 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啊 简单说吧 对吧 这个当时的保雕运动啊 也是要挑拨中日之间的关系啊 利用这个二战吧 或者钓鱼道等等 这些非常敏感的神经 让中国和日本之间 很难有一个和谐和发展 但是今天又不一样了啊 那么随着中美贸易一战 中国呢 老说嘛 中国的经济啊 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 能够顶住美国 接近两年的攻势了啊 就说明中国在经济上 在科技上 虽然未必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 但是距离美国已经并不遥远了啊 再加上中国的发展速度 是奋起直追的 那么让日本啊 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 自己的未来 尤其是他在东北亚 这个地缘环境中的位置 以及日本在全球未来的啊 这个板块与板块之间的冲突 文明与文明的冲突之间 要站在哪一方面呢 那么对日本来说 可能是一个 嗯 比较犹豫的选择吧 啊 但是啊 那这个 未来的大势所趋吧 很多事情啊 也由不得自己 我觉得这也是最近日本公布这个 为安抚关键证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那么未来吧 日本的首相啊 会不会像当年德国总理那样 到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前进行关键的一柜呢 对吧 因为这两天啊 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公祭日 马上公祭日就到了啊 所以这个事情啊 并不是一个巧合 这背后的东西啊 非常的值得玩味 而这种值得玩味的东西呢 对吧 就可以啊 给中日之间未来的走向 呃 指明一个笼统的方向吧 当然啊 日本的这些文件啊 主要是说的中国VF 其中也包括了韩国啊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对吧 日本啊 未来要在中日韩之间进行和解呢 这是否也意味着啊 安倍也好 或者是整个日本的政治经营也好 其实一直并不甘心于美国拴在他们脖子上的狗链子 也想挣脱狗链子 也想实现独立自主呢 对吧 那么按照日本的地缘环境 如果要实现独立自主的话 他的选择必然是要和中国走得更近 毕竟日本啊 不管他怎么喊脱亚入欧 无论从人种上 对吧 黄种人还是从地缘上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亚洲国家 日本岛是漂不走的 更何况西方啊 目前是在衰落 那么西方的衰落啊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枪击案更多了 欧洲 对吧 这个各种社会运动啊 也越来越多了 这个黄马甲 烂七八糟的啊 而且我们从选举来看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啊 要么极多 要么极右 中间他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啊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人的思潮 要么左右 肯定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贫富分化越来越大 未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缺乏增长点 那么这种大环境啊 也是十分明确的啊 所以啊 那么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啊 做出了 我认为做出了他的正确的选择吧 那么这位日本的学者呀 极见一鸣 他虽然目前不能代表政府 但是他呼吁政府的这些事情呢 应该是日本政府下一步所做的事情 否则日本官方为什么要公布这些呢 对吧 公布了这些关键的证据啊 然后下一步日本官方说 和2007年一样 我不承认等等 对吧 这不是自打脸吗 这不是非常搞笑吗 而且很多时候啊 学者是出来吹风的 学者出来吹什么风啊 往往具有很大的现实的意义啊 那好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订阅一下啊 嗯 最后说一句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两年啊 以前老叔啊 未来的两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化吧 这个东北亚的格局啊 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和转变啊 而且还是老观点 美国的全球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了啊 如果对吧 在这种时候啊 还看不清这种大事 比如这个某岛上的自愿未安 那还在那狂舔呢 对吧 还有这个某岗上的 某岗上的就不说了 多蠢啊 这个西方资本主义都已经走向没落了 这个普世价值越来越普世了 这个自由民主越来越不自由 越来越不民主了 在这种时候啊 在这个西方自己都快玩不下去了 反倒 身先士卒啊 去帮着西方去扛这个大旗 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 那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